嘿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周二啊 又是崭新的一个交易周开始 周一呢放了假 今天是2月21号 美股上位开盘 感谢大家来到first trade 第一证券和美股实战学院联合为大家的线上公开课 美股期权早班车啊 事隔三日的话呢 非常想念大家 我们再次回来 啊 如果大家学的记忆观看 等同于上述的条款 我们直接进入到本次的班车计划 看看市场上周以及这一周 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情况啊 首先先看一下整体大盘 上周呢整体来说是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事态 开启了一个四小时啊 这么一个下跌的通道啊 那我觉得四小时这个下跌的通道 还是非常具有参考意义的 目前的这个通道看到高点是不断的下降 第一点呢也是不断的出现下探 但是并没有破掉关键的四千 啊这个支撑 然后一旦四千破掉之后很有可能会往三千 九去碰啊 那我觉得这里呢市场还是 目前来看啊 这个通道啊可能还是会有些来回的拉扯的啊 由于四小时出现了什么 一个超买 对吧一个超买 目前还没有说很明显的底背里 有一点点对吧 它不是很明显 不排除这里可能会有些反弹 一线级别呢开始超买之后呢 在超买一个月之后也开始出现了一个回调 那我觉得这波回调呢 可能最终目标是要往三千八这里去的啊 看这个规律来看 对吧 一旦出现区间上沿的测试 超买之后回调就是往区间下沿走 那很有可能会往这个地方走 对吧 啊 很往这个地方走 那可能是一个需要时间那么一个过场啊 那按照以往的规律来看的话呢 市场很有可能 在短期的这个情绪上 到达一个高点的情况下 呃 我们看到过多的人看涨 然后过少的人看跌 然后呢 中立的人非常多 市场可能短期会有摇摆 但季节性的规律也指向我们从二月中旬 可能会有一个探底啊 会有个探底 那到三月初到三月中下旬 可能才会是绝佳的再次入场建仓的这么一个机会啊 那市场现在估值呢也偏高 这我们也其实也说过了 当然也不排除每天呢 会有非常非常多个股的机会啊 呈现出来 那我觉得市场的目前是一个 呃熊牛转接像我们上周说到的 熊牛转接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不排除这个过程呢 会有一个漫长的一个时间 等待 然后可能会来回的拉扯 令到很多人非常的难受啊 最后可能这个行情才非常地呈现出来啊 呃 我们是可以考虑去做空的 这也是我们一起来强调的 对吧 那本周的话周二周一的事件已经过去了 看周二这周周二的话呢 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呃 这个大的事件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今天啊 财经方面的话呢 今天是只有一些简单的经济数字 对吧 然后明天的话两点钟有Fat Minute 又是美联储会议纪要会对市场有一定的影响啊 这个我们也说过了啊 然后同时呢 还有一些经济数字啊 经济数字在周五会发布出来 跟通胀相关的一些经济数字 在周五周四有GDP啊 大概这一周就这么过去了 对吧 一个短周啊 现在我们看零售的财报 呃 上周一些中概啊 一些这种中小型的科技股 零售公司报财报之后 这就是零售的巨头 报财报 零售的巨头不仅是线上的 是线下的 对吧 传统的 那Break of Model 还是说这些电商的啊 这就都有很多的财报 还有优元区的PMI 还有日本央行的事件啊 日本央行事件也会影响的市场 那么他最近日元 那总是我们说日元 因为他的Carry Trade这么一个定义啊 导致日本日元如果说走高 对市场风险资产来说是不好的 那如果日元这边走低的话 持续走低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对整体来说市场是一个好事啊 那日元在央行会议之前啊 或重要的新闻事件之前 这边呢是走低了一个状态的话 我觉得资产价格来说 不一定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对吧 当然不排除可能会有突发的新闻 到时候我们在关注这个事件啊 这个也是本周的五大重要事件之一 对吧 那这是本周 大家可能需要关注的一些重点 如果说您是关注大盘 或关注各大资产价格啊 还有说关注各股的话啊 排这个跑这个跑不定 可能这些东西都会对市场会有一定影响 会有一定影响 另外的话财报 讲到财报啊 我们看周一 盘后有一些财报 这财报都是一些不太重要的公司 周二的盘前 像沃尔玛 这些财报已经出来了 好像也没啥特别的 目前看来啊 然后我们看到周二的盘后有 Quanbase啊 一些高估值的 Pair Lotto啊 这些都是高估值的 很多高估值的 这个公司将会在 今天盘后啊 而不财报 大家小心一点 那盘前我们看一下这个沃尔玛啊 沃尔玛是先涨一点后跌 现在目前是一个跌的状态 那我觉得通胀的前提下 跌也是正常的 Home Depot这个也是 我觉得大底可能已经出来了啊 所以不排除可能会有一个 三百以下 或是两百八两百七的测试啊 这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Home Depot今天也是跌下来了 我们看整个零售的 今天这个开盘的这个财报啊 并不是特别的好啊 因为这个对市场可能也是会有些负面的影响 对吧 另外啊 这也是我们说过的 只要是跟通胀相关的 负面影响的 这些都是要小心啊 因为通胀会对这些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对吧 这我们也说过了 另外我们看到今天盘后还有大量的 这个高估值的啊 财报 像这个Coinbase啊 Pollower的这些我觉得都是凶多吉少啊 另外周三 我们看到又有一些财报 那也有百度啊 这就比较强势的百度爱奇艺 两个 然后还有一些高估值的像这个Favor 还有这个这个Wix啊 这个WIX啊 这些也是可能偏高估值 Winstop也是啊 TJMAX的话可能稍微好一点 对吧 TJMAX可能稍微好一点 因为答案呢 也是周三盘后财报 这个可能关注度会比较高 明天的话我们会重点去讲这个吧 明天可能会重点去讲这个 那大概的话我们看这个周一到周二周三的财报 先点一点 明天我们的重点讲一讲个股的财报 这时候还是有不少个股的财报是尤其值得注意的啊 但是一个原则还是不变 只要是跟这个高估值有关的 我们都不看好 另外的话呢 跟通胀有关的 我们也都不看好 对吧 也都不看好 那President Day President Day 周一修牌已经过去了 周一呢 还是有些个股事件 这边大家可以去回看一下 周二的话呢 有大量的Votility相关的事件 Supergate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另外一个Rita 这也是我们之前给过的 一个百万计划的一只股票 很强 很强 当然这个行情我觉得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 之前在可能十几块钱的时候吧 但是几块钱的时候 我们就有关注过这只股票啊 到后面涨高了之后呢 我就没有再提过了 我就没有再提过这只股票了 这也是我们 这个很早的时候 百分之一话说过 关注一只股票 这个股票 很低的价格 原来是在 18年17年的时候 就是二三十几块钱的一个股票吧 后面是冲到两百多 非常有黑马性质的一只股票 当然现在周一又回到了起点 又回到了起点 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关注一下 就基本面还是没有改变的 依然还是有比较大的前景 然后呢 最近开始有这么一些放量的一些骚动 这个可以记在小本本里面 如果说有喜欢这些药股的话 喜欢药股的话可以去做研究一下 Volume 最近是我们看到在二 二年的年初 二一年年底是放了巨量砸下来之后呢 这里是做了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横盘 然后现在也来了这个缺口的地方 开始补了 也开始放量了 那我觉得是值得长远的关注的一只股票 当然这种股票的话 波动非常的大 我就不想多讲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 GLYC也是 GLYC也是一只比较有潜力的 另外呢 Earning Check 这个刚刚我们讲过了 Earning Check 这个我们讲过了 然后我们看到还有Healthcare 这周有大量的生化制药的公司 开始有骚动了 目前好像没有看到特别大 有这个异动的 就我们关他几天再说吧 这周有些IP 没有IPO 但有不少的经过期解禁期 Volume Company 这个是做油气的 尤其是天然气的 也有8点半 有个事件刚刚已经出来了 另外是累 然后11点30分 这个也这个也是 今天的一个中华的事件 个别股票 大家关注的话可以看一下 然后周三的话呢 周三还有一些事件 个股的事件 这个暴雪跟微软的掉 然后就是 这个restaurant brand Earning National 这个也是有些事件 我们看到还有就是两点钟的 FMC 然后呢周四的话 有大量的零售 还有这些出行消费 还有阿里巴巴 还有一些高物质的财报 然后还有美联储的一些讲话 全天总统会 每天主的讲话 7点半 阿里巴巴的Earning Call 给感兴趣 要给参加一下 8点半呢 也有这个GDP数据 周五的话呢 也是各股的事件为主 8点半也有一些 财经相关的数据 刚刚我们提到的 就是本周在日常上的一些各股的事件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财报 还有值得关注的个别股票 我们看到这周 还有说就是 沃尔玛 刚刚已经报了财报了 这个英卫达对吧 还有财报 William也有各股的事件 然后就是Lucy 这也是值得关注的 我们看到除了财报 还有这个Motility Check IPO 静默期解禁期相关 Dividend的一些变化 然后就是Corporate Event Corporate Event 然后我们看到还有就是Quant 的一些Rating Notable Conference也有 Byron也有 Cover Story Byron就都讲到了一些重大的事件 这个我们看到 Byron Mention的一些股票 Byron Mention的一些股票 我们看到像Waste Management 还有Republic Service 还有Waste Connections 这些可能都是值得关注的一些 特别股票 对吧 特别关注股票 然后我们看到还有就是 这个 本周大概就是这么多 大概就是这么多 然后我们看今天早上 美元 稍微来了一点点 然后整个VIX就起来了 VIX上周我没说过有这个 我这个叫什么 叫什么 五毛哥 五毛哥也可能会来 那我们看这边 只要美元一起来 做东西可能都会有 做到负面的影响 我们看Performance 也是Performance 这周 Yetoday来看的话 美元最近是开始涨 所以对很多资产价格 是有些 是有些负面影响 我们看这里 Basic Material开盘 也是比较弱 Basic Material开盘也是比较弱 然后我们看到 还有就是 整个板块来看 今天所有高估值的 都科技股 都开始回落下来 这也是我们 希望看到的 就是反向指数里面的机会 反向指数里面的机会 就这里 SRK这个双底的测试 也放量 TestQ 这个潜在双底的位置 也可能出现了不错的机会 对吧 那我们看到就是 像这个 反向指数 今天全部都起来 尤其是这个VIX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希望 也看到了一些希望 VIX也是我们说的 6块钱以下 可以值得关注的一个地方 然后三倍看涨一切的话 最近可能就稍微难受一点了 对吧 因为市场可能开启了一个 回调的过程 然后硬的话呢 中概来到50块钱 我觉得就值得可以注意一下 来到50块钱附近 那看涨的东西的话 我们也可以关注 但我觉得更多的话呢 最近这个下跌的行情 或者逢高做空 或者冲高回落 还是更加值得关注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这个京东 是吧 京东 今天是有个大跌 有同学刚刚问了 说京东要传言出出百亿补贴 这个百亿补贴好像都有吧 我不太清楚 这个百亿补贴最终的影响是什么 但这个今天港股 好像都跌的挺惨的 京东为什么跌 我也不太清楚 是有什么测出新闻吗 是百亿补贴是怎么样 阿里巴巴这里也跌了 唯品会我们看看 唯品会 因为好像也不太行 也都跌下来 当然微品会稍微强一点点 然后拼多多我们看看 也是跌了 我觉得拼多多这个回角可能 更好一些 对 形态上可能稍微更好一些 天然气 天然气没有什么特别好买的股票 天然气股票都挺惨 我觉得天然气更多可能就是 看一下 这个天然气的UNG什么时候到底吧 UNG可能目前还没有到底 还需要点时间 还需要点时间 那今天先讲那么多 现在那么多 明天的话我们来做一些财报期权的一些布局 如果大家有更多问题的话 也欢迎大家随时提出 小赖旅渡信息可以拨打 福岁的客户专线 电子邮件以及官方微信服务号 福岁985 服务环30多秒多电商 真正利益的连续上 那我们明天早上 同时时间同一点 我们不见不散 冷静按下 吃脅 przest变毛 吃脅飞 吸引 快磋 歪